啊,各位,实在是不好意思啊,我家相公青山打猎去了,到现在都没回来,所以今天卖的不是手撕兔肉。 不过,大家不要觉得失望,因为我今天带的东西依旧是祖传秘制的方子。 来,这个教菜啊,肯定和你们吃的不一样,免费,一人尝一块。 本来听说今天没有手撕兔肉的人都失望至极,可是,闻到空气中弥漫的异香,纷纷都驻足观望,好些个都分到了一块白白的教菜。 嗯,好吃,好吃啊,这人说话一点也不假,确实和我以前吃的不一样,又酸又脆,来,给我称三斤。 今天吆喝的,是一个和沈渊差不多体型的男人,吃着教菜竟然上瘾了,付了三十文钱,直接撕下一块泡菜,就往嘴巴里送。 嗯,好吃,好吃啊,是啊,是啊,好吃啊。 乔建文在他身上,看到短视频里的吃播博主的那种夸张的表情,实在是太到位了。 很多人都已经被十文钱一斤的蔬菜给吓跑了,可是,看了他的表情,全部都一斤两斤的买,倒要看看,这泡菜和自家的菜有什么区别。 哎呀,好吃好吃,真是好吃。 是的是的,确实是好吃极了,好吃极了呀。 城外集市上,很多出来赶集的城里人,拿着刚买的泡菜就吃了起来,因为放的盐巴比较少,吃起来味道不错,一点都没觉得有多咸。 一炮打响的叫菜,没有半个小时时间,已经全部卖完,身边摆摊的一些婶子大伯们,全部都眼巴巴地看着乔景文收摊。 这售卖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